今天很榮幸邀請了基金經理天才吳嘉信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對於早前銘行一直都未向市場公布消息 令到一眾先人和遊魂都沒有辦法向楊間透露要申請多少錢才夠 你覺得銘行這次的做法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由於我剛生前在冥通戶口開了戶口 我運作過他們的操作我發現到有些問題 我發現冥通銀行的貨幣或幣值 我懷疑他們是想醞釀更改他們的幣值 因為我們眾所周知 他們一張貨幣是一張冥通紙幣的面值是5億元左右 現在開始不夠用了 我懷疑他們要是想將冥通貨幣大幅貶值 要是想推高通脹自帶一邊 明白的 近期714黃金州和自由魂的政策放寬了之後 為這個陽間的零售業 應該會帶來一個明朗一點的經濟 你對於這個看法認不認同這件事呢? 我看到他們剛才提過 要是他們想將貨幣大幅貶值 假設我們在這個方向想 如果要明解貨幣大幅貶值的時候 可想而知 他們的貨幣在我們陽間的靠馬力 必然會大幅下降 如果他們真的將貨幣大幅貶值的時候 可想而知714黃金州的零售業 必定會比去年差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路走極端 去走另一方向 想著推高通脹的時候 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明通貨幣5億元的靠馬力 可能買不到5億元的貨幣 就會激發 哈哈哈哈 等一下笑 就會激發了 這個零售業的大幅膨脹 根據歷史學家科斯特蘭 講過其中一個說話 如果當我們預期貨幣 或者我們的靠馬力漸漸沒有的時候 我們就會瘋狂 在市場上瘋狂搶購 其實這個是兩個方向來的 所以大家都要想定一邊 如果它是推高通脹的話 相信陽間的零售業會非常繁榮 那我看來也要唱定一點 是 唱得安全一點 嗯 最多貶值而已 不要緊 以後都可以洗一下 是 通常會說那些 請問你有沒有持有以上的 不知道什麼的 是 是不是要說 好 好 想問一下呢 下半年呢 銘行呢 將他們打算發行這個債券 有沒有這個潛質呢 即潛力呢 還有會不會有升值呢 呃 我發覺呢 如果銘行去發行這個債券 我相信這個 升值潛力非常大 因為剛才有提過 如果銘行的通貨膨脹 是不斷提高的話呢 那他們的債券 的息口 各方面呢 仍然會繼續的了 那如果我們再參考 我上面陽間的債券的話呢 其實現在有些是負利率 或者是1Lay 或者是0Lay 都是這樣搶 聽說銘通他們 好像是想發一些 5-6Lay的債券的話呢 應該會搶購一空的了 我之前開過戶口 就是想認購的 哦 看來我今晚都要唱0Lay 多謝你今天的專訪 我持有大量銘通貨幣 我持有大量銘通貨幣